對我來講,財團老闆也是一個市民 我愛說有去唱歌,他請過我一次 當我說,你選不住,你愛慰勞一下,就這樣 那一次,昨天看那個沈慶晶的聲明 他說科事務時代也有人跟他索費 還透過什麼什麼,透過中間人 我跟你講,我要是知道誰的話,我當時就自己都處理掉 所以我昨天看到這個新聞也是嚇一跳 不過是這樣啦,既然這個沈慶晶已經在地檢樹 他也發這種聲明,他就直接跟檢察官講,到底是誰 也希望檢察官就直接去徹查就好 我也從來不會否認說,我認識沈慶晶 我當台北市長這麼多年來 很多這種,對我來講財團老闆也是一個市民 所以遇到這還是有,從來不會去否認 愛說有去唱歌,有,他請過我一次 他是選後的,當我說,你選不住,你愛慰勞一下,就這樣,那一次 一次